而新竹县主动虑童致死案 检方解剖两岁男童遗体 结果发现男童的致命伤是头部后脑勺遭到了撞击 头骨几乎粉碎 颅内严重出血 怀疑男童是被抓起来往墙壁中摔 而事先虑打小兄妹的核性旧工 收牙禁见 另外年仅17岁的小妈妈也被送到了少年法庭 15号发生的新竹虐童案 两岁多的何小弟今天进行解剖相宴 初步认定致命伤是头部受撞击 颅内出血所致 车嫌虐打小兄妹的核性旧工凌晨收牙禁见 年仅17岁的小妈妈也被送到少年法庭 最近一星期内接连发生儿童被虐致死案 虽然这些个案都被列入高风险家庭 有社工定期访试 但还是发生憾事 问题到底出在哪 家庭的变化性是社工很难预料的 那家伙每一个社工 其实他身上都需要照顾30个家庭 那我们可以想象说 其实有时候很难说 每天都去访问他 是不是有相关的困难 目前全台通报列案的高风险家庭 有两万四千多户 大约四万九千名儿少 可现实社工案件负荷量庞大 河南把每一个列管家庭的背景 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再加上有一些家庭 情况就不稳定 就容易出现漏洞 为了高风险家庭的工作呢 我们是有补助地方政府呢 或者是民间单位 有征聘了224位 他是吸毒 可是还没有进到 整个司法的这个起诉阶段 的确也有一些孩子 会在风险当中 父母亲年纪未成年 对于教养孩子的一些知能 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 没有去特别敏感到这个部分 可能就会造成 有几起事件的一个不幸发生 这些高风险家庭 有不少比例是年轻小爸妈 常因为还没有做好 当父母的准备 对孩子的责任性较缺乏 而发生憾事 外服部表示 将连同各单位 评估目前制度 是否有需要修改的部分 同时也呼吁民众 多发挥鸡婆精神 发现一次受虐儿少事件时 就立刻通报 阻止怨童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常春张国良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